白白胖胖的水餃 剛出鍋一顆顆飽滿 得知看了讓人口水直流 切開裡頭更不得了 內餡是濕木魚肉加上豬肉 更特別的 它還是跟故宮聯名的超級文藝水餃 我們同年想到的 其實就是說像古代的美食家孔子 他對美食的一個要求 是非常的嚴格的 那所以說我們覺得 對這個食品上面 這個是有相共通的一個意涵在 原來至聖仙師孔老夫子 是隱藏版的美食家 故宮跟業者合作 把孔子的畫像 跟孔子講過的話印上包裝 邊吃還能邊學習 同時裡頭的濕木魚餡也很有特色 濕木魚過去呢 常常被國人覺得就是說 它的刺非常的多 它大概有222根刺左右 那因為刺多就不方便消費 那今天我們把濕木魚的產品 結合了我們的豬肉 還包成了水餃 其實故宮近幾年 為了打擊年輕市場 麗品跟不同品牌一頁合作 像是把經典的畫作 印上美妝產品 還有法蘭茨也推出了限量瓷器 甚至跟乾隆愛喝茶的印象連結 跟茶葉的業者合作 讓我們的故宮的文物圖像 文化意涵得到一個推廣 二來也能夠符合 我們這個產品的一個特性 希望說這樣子一個強強聯手 能夠為這個產品 多有一些加分的動作 世代不同 故宮努力發展多元 要打破取高和寡的男情境印象 八大新聞和平王密仙採訪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